哈喽哈喽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来到我们的日常网红专项课 那么前面几节课的话呢 我们有学各种各样的一个妆容是不是 今天的话呢 要交给大家一款紫甲仙子妆 那么光听这个名字 就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 我们今天的一个妆容主题颜色是什么了吧 当然就是一个紫色啦 听起来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浪漫是不是 好了 那么跟老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导学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各课程目标啊 掌握化妆技能 提升自身外形 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呃 掰掰手指头算一算 大概含有个八节课 我们就要节课啦 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课程目标 大家有掌握多少呢 你们可以就是问一下自己啊 问一下自己到底有掌握多少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呢 是采取一个直播加回放的双重模式 那么叶老师还是更鼓励大家来看直播啊 不知道怎么肥四 最近的话呢 来看直播的同学是越来越少啊 大家都越来越懒了 都在家里看起来回放了 这可不行啊 一定要来看老师的直播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就是有什么问题 及时的跟老师提出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话呢 依然是采取一个理论加化妆实操双重结合的学习方法啊 先跟老师呢 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订装照 以及我们的妆容要点 然后再跟着老师一起去实操一下我们的一个妆容 那么实操好 之后大家是不是要去做一下作业呀 那我们的作业要求的话呢 是以照片的性质上传到M站上面去 那么怎么样拍照的话呢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 对不对 那么首先的话呢 要拍一张正面的素颜照片 之后呢 再拍一张正面的装后照片 这张照片啊 不允许大家去做一个美颜P图啊 然后上传到M站上面就可以了 如果说对于这个妆容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啊 大家还可以在上方那个留言的小栏栏里面呢 打上你们的一些问题啊 老师也会一起给你们解答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本节课的一个目标 掌握紫霞仙子妆容一个特点 那么什么特点呢 我们一会儿再看定妆照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课程内容啊 分了两个大部分 首先带大家去看一下紫霞仙子妆的认识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本节课一个定妆照 以及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妆容要点是什么 分为四个大部分去介绍啊 那么之后的话呢 就来到我们的一个妆容实操了 妆容实操含饰仕养一 老师今天已经把底妆打好了 直接从我们的眉毛开始画起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部分 紫霞仙子妆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妆容啦 是不是非常的仙女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妆容要点 我们的妆容要点是从四个大部分来给大家去分析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部分的一个底妆啊 那么底妆方面呢 大家需要塑造白皙无瑕 哑光的妆面一定要使 之后的话呢 一定要做好定妆 尤其现在夏季了 那么同学们的话呢 出油出汗呀 都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定妆一定要做好了 前不得马虎 之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眉毛 那么眉毛的话呢 眉形方面啊 它属于一个稍微有一点上挑的眉毛 但不是特别挑啊 整体来说画出来一个弯弯的糊度就可以了 那么边缘的地方呢 一定要画得干净一点 嗯 就是还是那句话 保持我们的一个前虚后实 上去下实的一个状态 中间的一个颜色 我们用一个紫色去填充它就可以了 那么眼妆方面的话呢 我们今天画的是一个紫色系的眼影啊 紫色系的眼影 那么眼线呢 在眼尾的地方自然拉长 今天这个妆容是要大家去粘贴假睫毛的 哈喽哈喽 看到你了 左眼同学 之后的话呢 再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的唇甲 唇甲方面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裸色系的一个唇甲色啊 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妆容重点在于上半部分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我们紫色的眉毛 和我们的一个紫色的眼睛 包括我们眼睛下方的这颗水钻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嘴巴 就不要画得再特别的显眼啊 这个妆容的话呢 我们得要注意 一定是要有一个 就是重点和一个非重点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能满脸都是重点 一定要让大家有一个视觉的重心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上半部分 好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 大家也不要去忘记准备我们的小小水钻 好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妆容要点 大家可以截下图片 可以截下图片 那么如果截好图的同学呢 我们就要接着往下看哦 这里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造型实操 那么需要这些 需要画我们这个妆容 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物品呢 老师最近忙的都没时间听课写作业了 作业都堆积如山了 那左岩同学可要抓紧时间了哟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上到了第22节课了 是22节课吧 那么我们的课程一共30节课 所以说的话还有8节课 我们就要节课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那么我们除了这些 就是必备的一些日常化妆品之外呢 我们今天需要准备的一个眼影 是亚光的紫色眼影啊 紫色眼影 再略带一点点的一个珠光提亮就可以了 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腮红和口红选择的是什么颜色啊 低调一点的豆沙裸色系都是OK的啊 眉毛的话呢 今天是准备了眉粉和眉笔都有去进行一个准备啊 那么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准备一个染眉膏 因为依依老师本身自己的一个眉毛长得有一点是 就是比较偏向于我的一个 怎么说呢 比较的黑啊 比较浓 所以说的话呢 我需要用染眉膏把我的一个眉毛染的浅一点 杰克了还能交作业吗 我最近在装修店面来不及做呢 依依老师定的一个时间是28号 28号截止啊 28号截止 那么再往后交的作业应该就算是一个持交作业了 然后我们的一个作业通道就是会在一个月之后关闭啊 就是在课程一个月之后会关闭作业通道就交不了啦 好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实操环节吧 哈喽哈喽 同学们好 我们又见面了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紫色系的妆容 一款紫下仙子妆容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也是让底妆方面都已经打好底了 那么我们今天一个底妆呢 一定要画的是比较的 就是没有什么瑕疵感啊 然后比较的白皙无瑕一点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步的话呢 还是从眉毛方面开始去画起啊 从眉毛方面开始去画起 那么今天呀 我需要先干什么呀 先用眉粉 先用我的一个眉粉啊 去把我的一个眉尾给它画出来啊 但是画只画一个眉尾的部分 那么前半部分呢 先不去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前半部分画什么 大家一会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完蛋了 然后的话呢 来看一下争取这个最深的颜色啊 那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眉毛呀 是眉尾可以往下面去走一点的 眉尾是往下面去走一点的 首先的话 我先给大家去画一只眉毛 我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一直画到这个眉封这个地方 有一个 大概的眉毛形状 我们就不去往前面去刻画了啊 不去往前面去画了 今天的一个眉毛 我们先去定好了一个眉尾的点 定好了眉尾的点 这个眉封的一个点啊 同学们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这个眉笔 需要用这个眉笔 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回到转一下 把它这个给转出来 这个头头之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把整个的一个眉毛呀 把它给后方加深一下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现在今天画眉毛的一个步骤呢 有一点改变 我们先只加深后半截的一个眉毛 我们前半截不要去画它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易老师的一个眉毛 属于什么颜色呀 是比较深的 然后眉毛比较的黑 有点硬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要把它画成一个紫色的眉毛 怎么去画呀 首先的话呢 我要先去用一个染眉膏 染眉膏把我的一个眉毛 前半部分给它染了浅一点之后的话呢 我再去填充一个紫色 所以说我们前半部分啊 只把这个眉毛的一个大概形状 给它画出来之后 先去把眉毛给染浅 那么这半边的眉毛 我先不去画它 给大家去做一个 给大家去做一个对比 之后它能拿到我们的染眉膏啊 还是从后往前这样子去刷一下 从后往前去刷一下 对不对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顺着 从前往后去刷一下 大家这个眉毛一定要注意啊 基本上每个星期 同学们都要去修一下眉毛 千万不要犯懒哦 眉毛是要按时去修的 那么前方那个眉毛 眉头的地方一定要去处理一下它 看起来会比较整齐一点 这个时候啊 大家等这个染眉膏稍微的干一干 干一干之后呢 我们需要选择 这个颜色 眼影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这个紫色的这个紫色的颜色呢 去填充一下我们的一个眉毛中间的颜色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填充颜色用到的是这个眉笔里面自带的一个小刷子 用这个自带的小刷子 我们去填充一下这个紫色 好了 用这小刷子呢 沾一下这个紫色之后的话呢 去填充到我们刚才已经染好了眉毛的地方 整体的去把它给填充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再去画的时候呢 它就属于一个紫色的感觉了 不然的话呢 如果要是我们的一个眉毛太深的话 它就画不出来一个紫色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眼 有眉毛颜色特别重的同学 就可以去选择 先把我们的一个眉毛给染的浅一点之后 我们再去上一个紫色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呢 眉毛颜色会比较的浅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画眉尾用的是一个深紫色 那眉头的话呢 我们就改用一个浅紫色去刻画 改用一个浅紫色去刻画 就不要说是把眉头也画得特别的重了 不要把眉头也画得特别重啊 今天的一个眉毛是要这样子的 眉头这块是要浅浅的 但是呢 要看出来是一个紫色 如果要是同学们有那种眉毛颜色 本身就比较淡的 看不大出来的颜色 也可以啊 也可以先去画颜色 不需要去染眉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像依依老师这样子 眉毛比较浓比较黑的同学的话呢 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染眉的工作 进行一个染眉的工作 那么眉头上方的话呢 我也是去画一点 眉头上方也去画一点颜色 那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眉毛 这样子啊 有一点上调的感觉 为什么我看着像棕色 因为我们上的这个颜色的话呢 它们两个的都是属于一个眼影啊 颜色饱和度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的话呢 看起来像棕色 而且我自己的眉毛又本身是比较黑的 不过要是说看到吗 眉毛是比较浓密的 如果要说有浅一点眉毛的同学会好一点 显色度会好一点 在我们刚才的一个颜色上面 再进行一个叠加 再进行一个叠加 那么今天我们的眼影不是用这一盘 我们的眼影是用那个彩色那一盘 那么用那一盘的话 好像是好几个同学都有一个同款 是不是 有同款的话 可以拿出来用了 这一节课 那么依依老师 今天嗓子是好了很多啊 不会说是特别的雅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眉头的地方是不是能够看出来是一个紫色系的呀 那么我们现在画好了之后呢 需要用另一头的这个眉刷啊 这个眉刷去刷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眉毛 把眉头方面的一个颜色呢 往后面去刷 让整体的一个颜色变得会比较均匀一点 那么来看一下 今天一个眉型是属于一个有一点的调眉 并且的话呢 我们眉头的地方可以清楚的看到 是一个紫色系 紫色系的一个颜色啊 那么眉尾的地方呢 还是一个正常的棕色 另外一边的一个眉毛还是按照同样的一个方法去操作去进行的 大家可以现在对比一下两边的一个眉毛啊 两边的一个眉毛 那么如果要是有同学比较喜欢说是画一半脸去操作的话呢 那么老师在后面几节课里面也会给大家去操作一下 这边是没有画的对不对 这边的话呢是画过的一个眉毛 好了 那么我们接着啊接着去操作旁边另外一只眉毛 那么这边的这个眉毛呢 还是让我们首先是先要用眉粉啊 先要用眉粉去画的 沾取这个眉粉之后的话呢 定出来我们眉尾的一个大形状啊 那么眉尾呢是要往下面去画的 是要往下面去画一点的 之后呢 往上面去找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眉峰啊 把后半部分的一个眉毛啊 先把它给找出来 但是前半部分的一个甜色 我们就先不要去填这个颜色 微微的地方可以适当的往下画一下 大家一边画的时候 一定要一边来回的对比一下 两边的一个眉毛定的这个点 是不是一样的啊 小家眉同学说 作业好久没教了呀 那可以抓紧教了哟 我们的课程今天已经是进行到了 第22节课了 那么一共是30节课啊 同学们 可能大家要有一点紧迫感啊 之后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定位出好了 我们的一个眉尾以及眉峰的位置了 是不是 再拿我们的一个眉笔 拿我们的一个眉笔啊 去刷一下我们的一个眉尾 加深一下我们的一个眉尾啊 这样子 那么我们加深到哪里呢 一直加深到我们的眉峰的位置就可以了 加深到眉峰的位置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 依依老师的一个就是眉毛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浓的眉毛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会先把我的一个眉毛呢 把它给染的浅一点之后 我再去画一个紫色底 不然的话呢 怎么突然不能对焦了 这个摄像头刚才突然不对焦了 这样先去画一下 最后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 定好了整个的一个眉毛形状 我们前半部分的一个颜色呢 先不要去着急啊 我们先用一个染眉膏啊 把整体的一个黑色眉毛给它染浅了 因为依依老师这个眉毛啊 实在是太浓太黑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我要是先画上一个紫色的颜色的话呢 可能一用这个染眉膏 就把我这个眉毛给它盖住了 给它盖住了 所以说的话呢 我先用这个染眉膏 把眉毛染浅再去画一下 看到依依老师现在画了 这只眉毛好像缺了一条 你是说这个地方吗 这个位置吗 这个位置是 好像是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边缺的一条 可能没长上这块眉毛 然后呢 我们拿到这个染眉膏啊 多余的一个膏体把它给刮掉 多余的膏体刮掉 刮掉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染眉毛的时候 也是啊 先逆着往前面去刮一下 逆着往前面去梳一下 我们的眉毛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顺着往后面去梳一下 顺着往后面去梳一下 整体的一个眉毛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整个眉毛是变浅了很多 当然我们前方的一个眉头 也千万不要忘记啊 好了把它给竖浅之后的话呢 我们现在等它晾干一会儿啊 现在把它放到一边去 那么我们现在还需要一步做什么呀 是不是填充一个紫色啊 那么紫色的话呢 我用的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尖头刷 小小一个斜头刷 用了一个颜色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一盘眼影颜色啊 那我眉峰的地方啊 用的是这个深紫色去画的 那么眉头的地方呢 我用的是这个浅紫色去做一个过渡的 所以说同学们如果要是在选择一个彩色系 去画眉毛的时候呢 虽然它是一个彩色系的 但是也不要忘记了 我们画眉毛的一个原子啊 是一个什么呀 前虚后实的一个原子啊 所以说我们眉头的地方一定是要浅浅的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沾取这个紫色 投掉多余的一个粉状 去画一下我们的一个眉峰的位置 把我们的一个眉毛后方给它填上银色 因为刚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只画了一个前半部分呀 画上紫色的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吧 之后的话呢 越往前 颜色是要越浅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沾一个浅紫色了 沾一个浅紫色了 我来看看我刚才眉毛缺的那一块啊 是这个地方 把它给填上是不是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块它给缺了 我也没有替它 可能就是那边没有毛囊吧 没有长上去 好了 咱来刷一下我们的一个眉头 之前可能受伤了 但是我 我看一下 不是这边受得伤 我之前小时候呀 这个头撞在过门框上面 所以说我这边的一个眉封的地方 有一有一个浅浅的疤 但是现在镜头里看不出来 其实实际也看不大出来 但是我一皱眉的话 好像能看出来一点点在这个地方 但是眉毛上面没有损伤 这边是 这边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了 这边我们也是把它给填出上一个紫色 眉头的地方 一定是要用这个浅紫色的去画 眉头的地方用浅紫色的去画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样子来回的去晕染一下整体的颜色 那么之后的话呢 还可以对比一下两边 这边的一个眉头的话呢 画的颜色是比较紫的 饱和度比较高 那么这边还有点欠缺 我们就可以再去加深一下 再加深一下 大家有没有脸上受过伤的同学啊 其实眉毛上面受过伤还可以 还好 就是画一下眉毛就盖出看不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对比一下两边的一个眉毛啊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的一个眉头的话呢 是稍微的有一点高的 然后这边的眉头是有点低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能再把这边的一个眉头给它加长 加高一点 大家在去化妆的时候也是啊 一定要随时的去观察我们两边 哪个地方画的不是特别的对称呢 我们就可以去给它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啊 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这边的一个眉底 本来鼻梁挺高的 现在它鼻梁了 鼻梁壮断了呀 你咋回事啊 这得多疼啊 我那时候还是我小时候不懂事 在地上来回的爬 然后一下子装到门框上了 当时把我妈吓得不行 赶紧把我送医院了 索性没有缝针 之后的话呢 拿到我们的一个眉树啊 眉树去刷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眉毛 把我们整体的一个颜色给它刷开 整体一个颜色刷开啊 那么好了 大家现在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紫下 仙子装的一个眉毛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看起来的话呢 是属于一个有点忽度的调眉 是不是啊 那么整个的一个眉毛尾部呢 画的是比较细一点的 比较细一点的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眉尾是用一个深色的眉笔去画的 那么慢慢的往前面过渡 变成一个紫色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眉毛的画法 之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再去画一下眼睛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画眼睛啊 今天画眼睛呢 我们不用这一盘眼影啊 就换这盘 这盘橘朵的眼影 是橘朵的 那么来看一下 打开这个盘子 其实你们知道 一一老师最喜欢哪个颜色吗 就是现在屏幕上面 就是透出来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蓝色是非常好看 很适合夏天的 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你们出一个这种蓝色的妆容啊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为了摄影主题 所以今天选择的是紫色系的妆容 那我们今天紫色系的妆容啊 是先用这个浅紫色 再用这个深紫色啊 这两个颜色就可以了 之后的话呢 还需要用一个提亮色 提亮色的话呢 就是用我们刚才这盘眼影里的 小时候看电视坐在小凳子上 脚翘到大凳子上 结果脚一滑人往前摔 鼻子撞大凳子上呀 哎 所以说小朋友的话呢 真的是要看好了呀 真的是要看好了 一不注意就 就有闪失 好的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首先拿这把大刷子 大一点的铺色刷 去摘一下我们这个浅紫色 给我们一个眼皮 做一个打底啊 沾的时候大家注意啊 30000度沾好 之后这个刷子 一定要像这样子抖一下 抖掉多余的一个粉状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抖这个粉啊 假如说这个颜色粉特别多 我们画到眼睛上的话呢 它会掉落下来 掉落在你的一个脸颊上 那么我们等到整个妆容画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这个脸颊上 有特别多的一些鱼粉啊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再去清理它的话呢 会发现整个妆容都脏掉了 那么所以说的话呢 大家都是尽量把它一抖掉多余的一个粉啊 接下来的话呢 花眉毛可以用带珠光的眼影嘛 最好是用哑光的眼影 最好是用哑光的眼影 那么可以看一下 伊伊老师今天的话呢 也是选择的是这盘哑光的颜色 对不对 选择的是这两个颜色 都是哑光的 其实这整盘都是哑光的 好了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 用这个紫色啊 铺满我们整体的一个眼窝 铺满我们整体的眼窝 来回到这样子刷一下 那么我们再去铺眼窝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铺眼窝的时候一定是要睁开眼睛 能够看到外面的一个范围啊 假如说同学们有一些内霜的呀 有一些内霜的同学 是不是画好了之后 一睁眼睛就啥也看不到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笔啊 戳一下你的一个眼珠上方凹陷的地方 看到了吗 眼珠上方凹陷的地方就属于你的一个眼窝了 眼窝 那么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画到眼窝这个位置 这样你睁开眼睛才能够看到啊 有个同学画眼影的时候就画眼皮上面这一点点 然后睁开眼睛啥也看不见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再去沾取一点这个紫色 这个浅紫色的话呢 整体上眼睛它的一个饱和度不是特别的高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 那么我们之后的话呢 再来画第二遍再上一遍颜色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画这个眼影啊 可以遵循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 就是说你画完了第一遍之后 感觉这个颜色不是特别的理想 有点浅的话呢 你可以再去涂第二遍 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子你涂特别多 然后画到你的一个眼睛上啊 这样子的话呢 一下颜色重了就不可以改了 知道吗 再去改的话 你整体的一个妆就已经脏掉了 所以说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呀 一定是要采取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去画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一个眼部打底 眼皮打底画好了之后 再去沾取一点这个紫色 那么还要给我们一个下眼睛去做一个打底啊 下眼睛去画一下 画下我们的一个下眼睛啊 那我们下眼睛画到哪里啊 就是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呢 你的瞳孔正下方的一个位置 我们画到这个位置就可以啊 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留着去做一个提亮啊 做一个提亮 那我们这个眼影画到后方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它后方有一个眼部的小三角区域 我们是要这样子去戴一下 去戴一下的啊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看一下这个眼睛画好了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已经整体用一个淡紫色去做了一个打底了 另外一边的一个眼睛也同样啊 是用这个淡紫色去做一个打底 那么它也叫一个薰衣草紫色啊 薰衣草紫色 这个颜色的话呢 看起来是比较浪漫的颜色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另外一边的一个眼影啊 也是先用这个薰衣草紫色去整体的 去做一个打底 做一个打底啊 也是范围在我们的一个眼窝上 画到我们的一个眼窝上面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再去画这个眼妆的时候啊 用到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主要就是用到一个紫色系 不需要大家再去搭配什么 其他的一个颜色去画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紫色的眼影的话呢 可能大家平常日常生活中用到的不是特别的多 老师今天怎么不穿一件紫色的衣服呀 老师好像有一件紫色的T恤 好像是有一件紫色的T恤 但是没有鲜鲜的衣服 而且其实我穿的鲜鲜衣服你们也看不见 你们只能看到我上半截 但是我今天的衣服其实这个地方 哎是粉色的哦是粉色的 好了 那么我们继续啊 去沾一下这个紫色的眼影 画到我们的一个下半截 眼睛上去 下眼睫上 往前面去晕晕啊 画到我们的一个哪里啊 就是你直视前方的时候呢 你瞳孔正下方的一个位置啊 画一个这个颜色 那么像这种紫色系的一个眼影啊 大家再去拍照啊 或者是有什么演出的时候可能用到的比较多啊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 画紫色眼影还是比较少的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两边的一个紫色打底是不是就已经做好了 做好这个打底之后呢 那我们这一支笔就暂时先不用它了 换到我们另外一支小一点的笔 嗯 就是这一支我们的一个尖头的尖头的一个眼影刷 用这个眼影刷去沾取这个葡萄籽 应该算是一个葡萄籽吧 这个颜色反正是饱和度挺高的一个颜色 我们抖掉多月的一个粉 抖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从眼尾的地方开始去做一个晕染 眼尾的地方开始做一个晕染 这个颜色的话呢 它的一个饱和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大家在去画的时候 一定手要轻一点 手要轻一点 千万不要一下子一笔按上去了 就特别的重 我们在这画的时候画的轻一点 那一画的时候呢 首先是加重整个的一个眼尾的部分 加重整体的一个眼尾的部分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沿着睫毛根部去加深 再沿着睫毛根部去加深 滑到前面去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画好了一个就是大概的加深之后呀 我们先拿到一个暈染刷 拿到一把暈染刷 就这样子比较小头一点暈染刷 专门暈染我们的一个眼影的 因为这个哑光色的一个彩色眼影的话呢 它容易有一个结块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要用它把边缘的地方呢 这样来回到给它揉开之后 我们再去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这样每次去画的时候 同学们都要注意一下你的一个眼影啊 有没有把它给晕开 对不对 今天我们这个灯光好像有点曝光了 大家看得清楚吗 这个眼把这个光线我给你们转到一边去 好了这样就看得清了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了晚上这个灯就爆光 然后呢我们再去摘一下这个紫色啊 等到多余的一个粉状 那么我们还是继续从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的位置去做一个加深 看到了吧 在毛根部的地方去做一个加深 但是这一次加深的话呢 我们不用再去往前画了 只去画一下后半截就行了 也就是说你睁开眼睛 双脸皮褶皱里面是一个深色的 其实就是这个紫色的话呢 大家去买紫色的衣服还是挺考验人肤色的 我感觉这个紫色买好了还好 如果要是买不好的话 这个颜色挺显黑的 然后那个我那个薰衣草紫色的衣服就是个短袭 我觉得只能在初夏我还没有晒黑的时候穿 如果我要是到了就是比如说八月底啊 那一块的时候就感觉虽然每天都有防晒打伞 但是胳膊也会晒黑嘛 然后再穿那个衣服就感觉有点显黑 可能也是我真的晒黑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眼影是加重了我们后半截的一个颜色 可以看得出来吧 后半截是变了一个加深的一个薰衣草紫色 我们睁开眼睛看一下 那么眼尾的地方呢 是往上面去走的 大家可以看到吧 它呈现一个半圆的一个弧形 半圆的一个弧形 那么正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前面这一块一会儿啊 再去加深一点紫色就可以了 首先的话呢 先拿我们的一个晕染刷 把后方的一个颜色给它刷开 就是我们边缘的地方把它给刷开 好了 那么边缘的地方晕染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啊 就是用这个小刷子啊 再画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刷子啊 沾一下这个紫色的眼影呢 再去沾一下这个深紫色的眼影 它们两个颜色去做一个调和 去做一个调和 之后的话呢 画到我们的一个眼头这个位置啊 眼头这个位置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去画一下 看到了吗 同学们加深一下我们眼头的位置 但是呢 眼头的位置又是比我们眼尾的位置 是浅的 我们中间眼中中间的位置 做一个衔接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是一个中 然后浅深 是这么一个层次啊 就是说 一二三 然后一是最浅的 就是我们眼睛中间的位置 然后二是第二浅的 然后是最深的 这几天天天在外面跑远远 看谁就只能看到一排几排的牙齿 哎好辛苦呀 你们也是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半边的一个上眼影画好了 上眼影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不是中间的一个体调的位置 属于一个比较白的呀 那么也是一个最浅的颜色 我们都是去加深的一个眼尾和眼头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后呢 拿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尖头刷子 再去沾取一点紫色啊 画到哪里啊 画到我们的一个下眼影上 下眼影呢 也是加深的位置 到我们的一个瞳孔中间就可以了 沿着睫毛根部去加深啊 沿着睫毛根部去加深 那么这个颜色的话呢 上色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我们也是不要忘记 连接后方的一个上眼影啊 包括我们的一个眼睛三角区域这一块 我们都要给它画上填充上 好了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这个紫色的眼影 是不是就已经画好了呀 那么这个眼影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个层次过渡的 那么这里再给同学们说一下 我们首先的话呢 是用这个浅紫色 做了一个眼睛的打底 之后再用这个深色去加深 对不对 那么刚才啊 没有看清楚的同学 我现在呢 再去用这边的一个眼睛啊 去做一个加深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需要沾取这个葡萄紫色 深一点的这个紫色啊 加深在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的位置啊 包括我们的一个后眼 后眼影的位置 然后慢慢的往前面去做一个加深 加深呢 就是挨着你的一个睫毛根部去加深就好了 不要超过你的一个双眼皮折皱 那我们睁开眼睛之后呢 只可以看到眼尾这一点对不对 再把眼尾这边给它慢慢的扫一下 扫开 大家在就画眼影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我刚才说的 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 那么我们现在晕染好了 第一层呢 拿到我们的那个晕染刷啊 来回来去晕染一下 我们的一个边缘的位置 刚才这只眼睛没有看清楚的 同学现在再来看一遍 现在再来看一遍 晕染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轮廓线 好了现在约染好这边的轮廓线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再去沾上去这个紫色 做第二步的一个加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加深的时候呢 就是着重加深一下我们眼尾的这个位置啊 着重加深一下眼尾的位置 然后眼头的地方 去带一点点带一点点 两边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调节的 大家在就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需要去注意一下两边是不是对称 好了现在的话呢 我们还是拿到我们的一个晕染刷 晕染刷去晕染一下这边的一个眼影 从它的一个边缘性的地方开始去晕染 感觉一一老是头发长了不少 嗯 我也感觉到了 就是前段时间我老感觉它会长 然后这几天的时候我就又想剪头发了 就是我的头发呢 之前是剖坏了 也不是剖坏了吧 就是剖过了两遍 其实我之前头发是到腰那个地方很长啊 去年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头发 就是我有一次去染吧 染了就是一个亚麻金色 那个颜色确实很好看 但是呢我那个头发剖了两次颜色 然后剖完之后发质就特别特别的差 就像稻草一样 之后呢又过了两个月 就头已经长出来这么长一些黑色的 然后就跟我那个黄色退完色之后的头发 就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越看越别扭 而且那个头发像稻草一样 我一气之下我就去理发店给剪成短发了 然后剪了短发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也留不起长发来了 就是头发现在已经一直就这么短了 一直就这么短了 然后其实我现在发尾上面还有这么一块吧 这么一块黄色还没有剪完呢 我准备过一阵的时候再去剪一剪它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年尾的地方是不是已经晕染好了呀 晕染好了之后 拿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小胖胖的小刷子 用它的话呢 沾取一下浅紫色跟深紫色去做一个柔和 晕染出来是真心好用 现在用多了之后感觉眼影分布自然多了是吧 没错 我们就是要用这些工具去帮助我们的一个眼妆 画得更加漂亮 之后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画一下我们的一个眼头 两只眼睛 两个颜色做好一个晕染之后呢 我们眼头的地方也要去画一下 然后这边 于是去适当的做一个加深啊 好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再去拿到刚才的那个刷子啊 沾一下我们这个紫色的眼影 抖掉多余的一个粉状 去画一下我们的一个下眼影 下眼影 刚才眼影怕差点掉地上 可怕我吓坏了 那同学们看到了吗 我一机灵 掉地上都摔碎了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化妆品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画到一个瞳孔正中间的一个位置之后呀 往后面去画啊 往后面去晕染一下 晕染到我们的一个上眼影的地方 包括我们后方的一个小三角区域 都要给它晕染好了啊 它们两边的一个范围 也是这个样子的 掉了就是肉疼啊 对啊 没错啊 掉了就是肉疼啊 就是刚还没没用没用多久的一个一个盘子呢 而且它颜色又这么的好看 好了 那么我们两边的一个晕染程度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之后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进行一个提亮啊 就是眼头的一个提亮 那么这个提亮呢 需要用到这个眼影盘里面的第二格的第二格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给你们 这样子看会不会清楚一点 这个颜色呢 它是一个淡粉色的提亮 我们用它去做一个提亮啊 提亮的一个笔的话呢 就是用那种小头的笔去刷一下 我们这个提亮 如果要是大家手边没有这种小头的笔 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啊 因为这个样子的一个质地的话呢 用手指上色也是比较不错的 反正它就是一个粉色的高光 然后我们提亮在我们眼头的地方 往前睁着眼睛的时候呢 看的时候这样子啊 就把它画上去就可以了 有点就是那种星河的感觉 然后适当的再去往后面做一下 衔接 好了 我离远一点给同学们看一下 这边是提亮的眼头 这边是没有提亮的眼头 好的 之后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再去沾取这个颜色 看不清楚反光是吧 这个它是一个闪片 确实反光挺严重的 然后另外一边眼睛也适量去画一下 用银色的烛光提亮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哦 反正就是别用一些金色之类的颜色就OK啊 银色跟我们的紫色也是比较搭的 所以说也是可以的 好了呢 我们现在画呢 两边的一个眼睛提亮好了 提亮好了之后呢 还要在我们内眼角的地方稍微的戴一下 内眼角的地方适量的稍微戴一下 它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眼影就画好了 但是的话呢 还有接下来的步骤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画眼线了 那么眼线今天的话呢 也是选择了这个眼线页笔去画 选择这个眼线页笔去画 今天这个摄像头老是在在这里自己对焦 不知道又发什么脾气了 那么我们再去画这个眼线的时候呢 还是要先去给我们填充一下睫毛根部 那么依老师再去画眼线的时候 我就不跟你们讲话了 要不然画容易眼睛抖 先去填充一下我们的睫毛根部 好了 那么我们也睫毛根部的一个就是空白 我们现在填充起来了 填充起来之后呢 现在要开始画一个外眼线了 其实我这个睫毛根部的话呢 其实我本身我这个睫毛长得就像是一个画眼线的状态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不允许化妆吗 然后班主任就是每次看到我之后 都都要问我是不是画眼线了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画眼线 它就是长得像画眼线了 是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沿着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呢 去画一条细细的眼线就可以了 沿着睫毛根部啊 去画一条细一点眼线 眼头的地方也要带到 大家现在还有画眼线困难的吗 其实眼线液笔的话呢 大家把横过来画会非常的流畅啊 那么你们再去画的时候呢 一定每一个空隙都不要落下 来回的找一下它的一个空隙啊 我们都要把它给填死 都要把它给填上 好了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画一下眼尾的地方 那么眼尾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等这个眼线稍微的干一干 睁开眼睛的时候 然后眼尾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是自然的往外拉出来的 因为今天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妆嘛 所以说的话呢 画一个上条的眼线不是特别的合适 那么我们在眼尾的地方自然的 把它给拉长出来 画一条长条的线就可以了 之后的话呢 连接我们尾部的一个拉长 以及我们的眼线 画一个小三角 这个地方画一个小三角 之后把这个小三角里面的颜色 给填充起来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个眼线是不是就画好了呀 画好了这半边的一个眼线啊 同学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啊 就是两边进行一个对比 这边的话呢 是只有眼影没有眼线 这边是画一个眼线的 是不是瞬间感觉整个眼妆就精致起来了呢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啊 去以同样的一个操作手法 去画一下 另外的一只眼睛的一个眼线 另外一只眼睛的一个眼线 也是先去填充一下 睫毛根部颜色 把睫毛根部的一个颜色给它填充上 填充好睫毛根部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画一下上眼皮的一个眼线 有的人眼皮下搭睁开之后看着很不自然 眼皮下搭 眼皮下搭你可以给它贴出眼皮啊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法 去把我们眼尾的地方给它往外拉长一下 眼皮下搭睁开之后看着很不自然 是说眼线很不自然吗 眼尾的地方我们是这样子 把它拉长出去的 拉长出去啊 然后画一个小三角 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填充上 其实这样子的人女就可以给它贴一个 双眼皮贴啊 但是要注意眼皮下搭人贴双眼皮贴 一定要是紧挨着它的睫毛根部去贴的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两边的一个眼线就画好了 画好了这个眼线之后 双眼皮贴贴不起来 调整眼形是硬伤啊 那么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要是眼皮比较厚的人啊 就是他眼皮脂肪比较多的人 你在去贴的时候啊 你不能说是这样子啊 蓝腰给它在眼皮中间贴一个 它肯定睁开以后 它眼皮是粘在这个上面的 对不对 你是撑不起来的 那么像这种肿眼泡的人 你闭上眼睛之后 你需要在他睫毛根部的地方啊 剪一个就是圆形的 圆形的一个 半圆形的一个 就是双眼皮贴 之后再睁开眼睛的话 它可以借助他睫毛根部的这个力量 把整个的一个眼皮给它撑起来啊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贴双眼皮也是一个技术活 大家也是要多多的去掌握一下呢 那我们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下搭在中间贴 不是 就是说我们健康的一个双眼皮啊 就是眼睛眼皮比较薄的人啊 他是不是贴出眼皮贴的时候 他一睁开他就撑起来了呀 很容易贴出那种大双眼皮 就会比较好看 但是的话呢 你说那种眼睛比较松弛的人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皮下搭呀 或者是眼睛比较肿的人啊 那么我们在贴的时候 就像画眼线一样啊 挨着他这个睫毛根部 就不要在这个中间去贴了 一定是要往下一点贴到他睫毛根部上面 然后呢 整个的一个双眼皮贴的形状 你要剪成一个这样的半圆的 有点那种圆形弧度的 有点圆形弧度的 然后贴到他的一个就是眼睛上之后呢 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因为是边缘挨着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 所以说他可以借助整个一个睫毛根部的力量 把整个的眼皮给他撑起来 睁开眼睛就OK了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贴一个还没啥用 贴几个 贴几个那眼皮更沉了 最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啊 我们需要拿一只小一点这个刷子 小一点这个刷子 去画一下我们下方的一个下眼线 但是下一线的话呢 我们今天是用比较深的一个眼影 去画的比较深的眼影啊 拿到我们这一盘 这一盘眼影啊 这个小一点的刷子 用它 沾取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有点深灰色的这个颜色 深咔色的颜色 应该说是 还有点灰子 走着多余的一个粉状啊 那么画到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 也就是说整个眼睛 后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上 后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上 我们用它去做一下加深 用它去做一个加深啊 同学们可以做一下对比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整个的一个下睫毛 是不是 整个一个下眼线的话呢 是有一个软廓感了 但是颜色又不是特别的实 现在的话 大家可以两边对比一下这个眼妆 是不是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我用一个眼影去画一下下半部分的一个眼线啊 那么画一个范围呢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整个下眼颈的后三分之一 这么一个距离啊 比如说你睁开眼睛往上 往前看的时候 在你的一个 瞳孔外边缘的下延长线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后方的这一块呢 我们去做一个加深 那么另外一边眼睛 我们都去做加深 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妆 我们如果要是再去画一个下眼线 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所以说大家用一个眼影 深一点的一个眼影似乱去代替一下 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另外一边的一个眼睛也是 去做一个眼尾部分 去做一个加深啊 那么去加深的时候呢 是加深在我们的一个睫毛根部 当睫毛根部 所以大家要用这样子比较扁平的小刷子 去做一个加深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两边的一个眼睛就画好了 画好之后 今天是需要粘贴一个假睫毛的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今天选择的这样子的一款假睫毛 登登 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我们这样斜过来看的话呢 它属于一个 前面的一个眼头的地方 属于一个是长 就是短的 然后慢慢过渡到眼头的位置 它属于一个加长型的 所以说我们再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假睫毛的时候 千万不要粘错了一个位置啊 长一头一定是在我们眼尾的地方 一定是在眼尾的地方的 那么今天选择这个假睫毛呢 它属于是什么呀 是一个交叉的形状 交叉的一个形状啊 然后呢 也有一个就是扩大我们眼型的作用 所以说今天我选择这样子的一款假睫毛 那么我们首先把它先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的话呢 去确定一下我们眼睛的长度啊 对比一下 感觉这个长度跟医老师这个眼睛长度 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的话呢 我现在就拿一个小剪子 把它两头多出来的这个睫毛梗啊 给它剪掉 剪掉这个多余的睫毛梗梗 剪掉这个睫毛梗之后的话呢 我们拿到一个 就是这个胶水啊 拿到这个胶水 那么这个胶水呢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拔出来之后呀 刷到 迅速的刷到我们的一个睫毛梗上面 这个棉线上面去啊 但是大家在刷的时候 千万不要刷特别多 就像这样子啊 薄薄的刷一层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胶水的话 你刷的特别多啊 也没有什么用处 它也不是说你刷的越多 它就粘性越强啊 同学们就薄薄的刷一层就可以了 如果要是说 有那种眼头和眼尾地方 老是贴不住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眼头啊 和眼尾的地方这样子啊 再去刷一层 我们多放一点胶水也可以 好了 现在把它放到一边去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睫毛胶是不是已经涂好了 涂好之后 可不是立刻就往眼前上面去沾呢 我们一定要等它呈现一个半干的状态 也就是说半透明的时候 再去贴它的黏性才是最强的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拿它做什么呢 捏住两头啊 捏住两头啊 之后的话呢 给你们看一下捏住两头 然后来回的这样子啊 U字形的去按摩它 按摩它 让这个梗梗啊变得柔软 并且的话呢呈现一个U字形 一会我们再去沾的时候 才符合我们的一个眼睛形状啊 这样来回的去揉捏一下它 然后呢等到它这个胶水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的状态 我们再去使用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镜头它总是自己对焦 怎么费事啊 拿到我们的一个小镊子啊小镊子 捏到我们的眼睫毛中间啊 睫毛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捏到这个位置上面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贴这个睫毛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啊 有个同学老师说这个睫毛不好贴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再去贴的时候啊 拿住这个镊子啊 对着我们这个眼睛啊 先去贴中间 看到吗 先把我们眼睛中间这个地方贴上 之后再去固定眼头 再去固定我们的眼头啊 之后再去固定眼尾 然后我们现在贴好之后呢 还没有完事啊 把这个镊子放下 用我们干净的小手啊 在闭上眼睛的情况下 整个的往里面去推一下 我们的一个假睫毛啊 往眼睛内侧去推一下假睫毛 这样子呢 可以让你整体的一个睫毛 更加融合的沾到我们的一个眼皮上面去 对不对 好了这个时候睁一下眼睛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睁开眼睛呢 这个睫毛它不是这种卷翘的 而是有点往下走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趁着它 还没有干的情况下 我们要用手啊 往上面去按压它 看到了吗 用手啊去往上面按压一下 让它变成一个卷翘的一个睫毛 像这个样子啊 变成一个卷翘形的睫毛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我们一会的时候呢 再可以再去刷一下下睫毛 大家现在可以对比一下啊 一边是贴了假睫毛 另外一边是没有贴假睫毛的 其实这两边的一个对比 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的一个假睫毛的话呢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要是想去贴的话 可以选择稍微短一点的 然后稀疏一点 看起来是自然一些的 贴上去会比较明 就是比较好看啊 像叶老师贴的这种呢 就属于稍微有点夸张了 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 看起来也就是有点突兀 好了那我现在继续选择 另外一只眼睛的一个假睫毛 以同样的一个手法 同样的一个手法 先去把两边的一个梗啊 先把它剪掉 剪到两边的一个梗 剪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使用一个假睫毛胶水呀 假睫毛胶水 去涂到我们这个梗上面去 涂到梗上面去啊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再去涂的时候呀 这个胶水不要涂特别的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覆盖在我们这个睫毛梗上 那么眼头或者眼尾的地方 可以就是多涂一点 防止它们开胶 中间的地方少涂一点就OK了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涂好了之后的话呢 需要去等它一个半干的状态 也就是半透平的状态 我们再去粘贴它 那么现在还是一边捏住一边 然后来回的这样子呢 以幽形的状态去揉一下它 等到它半透明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贴了 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去贴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它用一个夹子啊 我们去给它夹住 夹住它先等它 等它干一会儿 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体的一个胶水 还有点透白的样子 所以说的话呢 之前有同学跟我说这个 沾这个睫毛的时候老是粘不住 就是可能你没有等它 老师这个镊子看着很好用是吧 老师这个镊子的话呢 是一个这样子脸口的一个镊子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化妆专用的一个镊子 千万不要那种拿那种头很尖的镊子 去给人家粘假睫毛啊 那种镊子很危险 容易捅到人家的眼睛 所以说用这种压嘴装的一个镊子 会比较安全一点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去沾的时候啊 也是一个眼睛朝下方看 露出来我们整体的一个眼睛啊 先去固定一下眼睛中部 固定好了眼睛中部了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再去固定一个眼头 之后再去固定一下眼尾 简直的也夹不住假睫毛是吧 然后呢我们再去按压一下 整体的往里面去按压一下 我们的一个 假睫毛让它完全的贴到我们的一个眼皮上 好我们现在睁开眼睛 趁它没有干的时候干净的快快快 往上面去按压一下 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睫毛的一个糊度 那么两边的话呢都呈现了一个卷翘的状态 就ok了 两边都呈现了一个卷翘的状态 就ok了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上睫毛已经贴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拿睫毛膏啊 去刷一下我们的下睫毛 去刷一下我们的下睫毛 那么这个睫毛膏的话呢 这个膏体啊一定不要有多余的膏体 我们去把它刮掉 刮到多余的膏体之后的话呢 已经朝下看露出来你的下睫毛 然后我们这样子去刷上就可以了 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让它刷出特别脏的那种苍蝇腿的感觉 一定是要不要有特别多的膏体啊 有的同学刷那种苍蝇腿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这个睫毛膏头上 它站的这个膏体太多了 太多了 另外一边也是 如果膏体多了它就容易结块 它一结块是不是就容易变成苍蝇腿了 这样子去刷一下它 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子的眼妆就画好了 当然还没有完成啊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小妆是没有贴啊 就是两边的一个钻 那我们这个钻石啊 是在就是画完整体的一个妆容之后 我们再去贴的 好了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去进行一个修容 你都不用按压直接飞天啊 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不是在粘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拿这个睫毛是这样子就粘的 我们再去粘的时候是平行这样子去粘的 如果说你拿这个睫毛的时候是竖起来 这样子一个插样的形式去粘的话 它可能是直接是飞天的啊 那么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眼影盘 不是眼影盘 是我们的这个修容盘啊 修容盘 然后呢 粘取这个 红色粘取这个红色 那么我们今天再去修容的时候呢 可以去修一下哪里啊 直接连接我们的一个眼头 和我们的一个什么呀 和我们的一个就是眉头的位置 那么我们今天眼窝的地方 就不要再去扫它了 因为眼窝的地方 我们今天是混了一个紫色 所以说如果要是再去扫一下眼窝的话 那整个颜色就脏掉了啊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刷一下 整体的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那么往外面去过渡一下我们的鼻影 睫毛尖尖是朝下的呀 那你那你这是咋回事啊 现在鼻影不用画的特别的重啊 同学们 那么我们鼻头的位置呢 是要这样子斜向里的啊 往里面去收进去的感觉 鼻翼的地方呢 另外也要去画一下鼻子的地方 去连接一下我们的眉头 然后整个的一个鼻子修容的话呢 是呈现一个面的状态 而不是一条线 最后我们再去修一下另外一边 这个鼻影的话呢 是医老师最喜欢的一项活动了 就是感觉修好了鼻影之后 整个脸都变得特别的立体了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呀 反正我是很喜欢修鼻影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鼻影 一定是要晕染开的状态啊 如果说你只画两条黑色线的话 人家肯定是要笑话你的啊 鼻底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收一下 然后往外面晕染 这样子啊去晕染一下 呈现一条面的状态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鼻子修好了 侧面来看这个鼻子也是非常挺 非常尖的对不对 看笔做了一个整形手术 最后的话呢 拿到我们的一个大刷子 大刷子啊 它是用来修我们的一个脸颊侧面的 粘取一下 那么依依老师在去修这个脸颊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直接去修我的一个下颌骨的位置 因为我这个下颌骨长得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下颌上的肉还特多 最说的话呢 为了让整体的一个就是骨骼感更明显的 我都是直接修这一块的地方 首先的话呢 先从我的一个下颌骨后方开始啊 做一个大圈之后慢慢的往前面去画 来回的进行一个晕染啊 然后我们现在画呢整体的一个轮廓线扫出来了之后 要往上方啊 往上方去做一下晕染 然后整体的一个这边的一个脸颊都呈现的是一个深色的状态 而不是一条线 一条黑黑的线 我感觉这个紫色的妆还挺好看的嘞 一会可以考虑不卸妆直接出门 好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边就已经修好了容了啊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边的一个脸颊的话呢 它是不胖的 不胖的是有点凹进去的 那么我主要就是想修一下下方的这一块肉肉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一块就可以 大家去着重的去修一下就ok了 那么另外一边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沾取这个修容粉 主要对于那个粉状去修一下我们的一个脸颊 那我们修好这个脸颊之后呀 先去画一下我们的腮红之后 再去画我们的提亮 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 今天一个脸颊两侧 修容可以修容特别的重啊 不用特别的重 旋骨的地方也稍微的带一下 好了 之后的话呢拿到我们的腮红盘 拿到我们的腮红盘 那么今天要画哪一个颜色呢 同学们 今天我会用这样子一个烟心紫色 掺和我们上面的一个玫瑰色啊 它们两个掺起来去画了一个颜色 就是这两个掺起来去画一个颜色 沾一下它沾一下它 然后两个颜色 抖掉多余的一个粉状 我们今天再去修这个就是画这个腮红的时候呢 选择一个C型啊 包裹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 苹果肌以及我们眼部轮廓 呈现一个C字形这样子去刷啊 今天一个腮红的话呢 我们可以不用刷到这个颜色特别的重啊 不用特别的重 就是轻轻的带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今天一个重点是属于一个眼睛的 在红的地方呈现一个C字形 这样来回来刷啊 因为我本身用的这个高光 这个颜色的话 它是自带一个闪闪闪的颜色啊 会有一点高光的感觉 那么我们后续的话呢 还需要再去叠加一层高光 再去叠加一层高光 今天我们再去画一个妆啊 整体一个腮红就在苹果肌的位置上 不用再去打鼻头 或者打我们的一个就是鼻中间的一个位置了啊 我们今天这个妆容的话呢 是比较的仙女的妆容 然后这样子来回刀去给它暈染一下 两边的话呢 那我们要找一下这个颜色对称性 呈现一个C字形的包裹我们的眼睛去画的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腮红就已经画好了 画好了腮红之后呢 我们再去进行一个提亮 我们把腮红刷画到一边去 拿出来我们的提亮刷 哎 做一来不及做 就只能把客厅的再刷 拿到我们这个提亮刷 沾取这个金色提亮 那么今天我们要去提亮的一个位置有哪里啊 我们是去提亮一下我们的一个鼻梁啊 去提亮一个鼻梁 那么上节可以给大家说了 如果说你这个觉得你这个提亮刷比较的蓬松啊 你可以捏住它看到了吧 你捏住它之后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状态啊 之后呢我们再去沾取 再去刷一下鼻子 是不是它就可以精准无误的刷到你的鼻梁上面去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鼻头的地方是要亮一点呢 再去打一下我们的鼻头 鼻头位置 之后啊还有哪里啊 我们的一个眉骨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做一个提亮的 眉骨地方是一定要做一个提亮的 看起来你这个眼妆会更加的立体一点啊 可以用小一点的刷子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一定是要蓬松的刷子啊 看一下有这种蓬松的程度的 如果要是你用一把很扎实的刷子 去刷你的一个提亮的话呢 你整个的一个就是闪粉啊 它不会说是均匀的散开 而是就是像画眼影一样变成一坨 特别的闪 就很不自然 最后我们需要去提亮一下我们的颧骨 我们的一个颧骨啊 苹果记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光泽感对不对 另外一边也是 这边是没有提亮过的 这边提亮过的 他们两个光泽感是不一样的啊 那也是要去提亮一下 我们刚才腮红的一个位置 在两边 之后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去填 就是提亮一下我们的一个人中 人中的地方直接这样来 或者扫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妆容 是不是就已经完成差不多了呀 但是的话呢 现在很差哪里呀 就是我们的嘴巴 那嘴巴的话呢 我今天选择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是一个裸粉豆沙色吧 我往里 往上面去按一按它 它是一个按压型的口红 大家看一下 那我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用多少去按多少 千万不要按特别多啊 按出来这一些最后的话呢 我们拿一个唇刷 拿一把唇刷去沾去这个颜色 这个属于一个什么颜色 属于一个哑光的一个颜色 哑光的一个颜色 跟我们今天这个妆容会比较搭 搭起来比较低调点 如果要是大家喜欢比较高调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用一个珠光的颜色 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直接刷到我们嘴巴上 有这种裸粉色的感觉 跟我们今天这个紫色 还是比较搭的 可以就是成功的 把我整个一个嘴巴的颜色给淡化了 那么依老师之前可以看一下 上半部分的一个没有画的嘴巴 是颜色比较深的 对不对 那么下方画过之后的话呢 就变得嫩了一点 上面也是 去刷一下我们的嘴唇 那么我们再去刷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这个刷子啊 往外面去晕染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轮廓线啊 尤其是嘴唇比较薄的同学 可以往外面去晕染一点 小朋友的嘴唇 小朋友的嘴唇涂口红也是高难度的 左颜同学最近跟小朋友干上了 六月儿童节 六月儿童节不是刚过去了吗 这样往外面去晕染一下 昨天画那个妆的话呢 是用一个棉棒去进行的晕染啊 那么我们嘴巴中间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腮红去加深一下颜色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一款紫色系的妆容就画好啦 大家对于我们本节课的一个 就是妆容有什么问题吗 扶一下我的假睫毛 今天这个假睫毛特长 是跟小童星的妆啊 他们有活动就去啊 那可是挺考验你的耐性的 给小朋友化妆可是非常需要耐性的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这款妆容 好了我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妆容重点 那么整体的一个底妆的话呢 一定是要画的白皙无瑕 做好一个定妆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眉毛的话呢 它整体来说一个眉型 是属于一个比较细长型的眉毛 有一点上条眉 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前半部分的眉毛 是用紫色的眼影啊 紫色的眼影去填充的 尤其眉头的地方 应该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啊 之后的话呢 提亮就是提下眼瞼 上眼瞼是不用的哈 对的对的 我们上眼瞼是一个哑光的颜色 上眼瞼的话呢 我们是最后修容的时候 提亮了一下眉骨这个地方 提亮下眉骨这个地方 之后呢我们的一个眼妆啊 用的是亮宽色的一个眼影 然后呢下方的一个提亮啊 只提亮到我们的一个前方 前方二分之一的一个位置 之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假睫毛啊 同学们上眼上眼瞼的话 粘贴了一个假睫毛 那么我们下眼瞼不能不管它 一定也要画一个下睫毛 画好下睫毛 之后的话呢我们的一个修容啊 也是去修一下我们的两边的鼻子 还有我们的一个脸颊侧面 那么今天的一个腮红 以及我们的提亮呢 是采取的一个围住我们的颧骨啊 呈现一个C字形 就像C字形这样子啊 把我们整体一个颧骨 给拖起来的感觉啊 是这个样子的 画到我们的一个苹果肌上方去 之后的话呢 今天腮红不要去画鼻尖 也不要去画鼻梁啊 就让它这个鼻子中间是干干净净的 然后我们的嘴巴呢 选择一个比较温柔的豆沙色系就可以了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我们的眼睛 远处是这个样子的 美美的 鼓掌鼓掌 那么大家的话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老师发一下弹幕啊 那这个妆是不是感觉 还是比较有心意的 这个色系 同学们应该是之前没有画过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步就是粘贴我们的晾蒜 拿到我的一个小钻石 把我的小钻石拿出来 拿一颗贴到我的眼前下方 那么贴的时候也是让同学们贴到你的一个 瞳孔正下方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也是作为一个装饰品的 作为一个装饰品的 那个钻不听话 模特装是不是 装要浓一点啊 对如果要是模特的装特别淡的话 他上镜可能走梯台是看不出来装的啊 可以把它给画的浓一点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妆呢就画的淡一点就可以了 从侧面看的话呢 这个妆容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看的话呢 这样的啊 贴两颗钻就可以了 给大家遮一下这个反光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款妆容就换好啦 同学们 那么大家对于这款妆容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给老师提问 今天这个妆加重的是和模特妆似的 那么模特妆的话呢 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参加什么音乐节 之类的妆容啊 都是比较隆重的一些妆容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那先回到PPT上去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步骤总览 步骤总览 那么如果要是还不知道化妆步骤的同学 抓紧时间啦 抓紧时间啦 还不知道化妆步骤的同学去看一下 截一下图啊 截一下图 那么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步骤总览 真的我们都已经画20多节课了 我相信同学们都应该知道 每每个妆容的步骤是怎么样的了吧 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呢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作业啊 作业的话呢就是妆容的照片上传至M站上面去了 怎么样去拍照的话呢 就是一张正面的岁月照片 一张正面的庄后照片 那么这两张照片呢 大家不要去P图 也不要去美颜啊 直接拍好了上传就OK了 如果要是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呢 可以在上方的一个作业栏里面去写一下啊 好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作业同学们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的话呢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答疑时间啊 课程答疑时间 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赶紧的给老师发一下弹幕啊 不仅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问题啊 包括我们就是之前上课的一些问题啊 如果要是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给老师提问的 都可以给老师提问的 其实大家只要掌握这个化妆的一个技巧 你们就可以去就是创造出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妆了 所以你们的一个就是基础是要掌握好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几节课结束啊 今天是22节 有些技巧还不到位 今天是22节了啊 那么我们还有8节课的时间 就是明天是23节 还有8节课啊 我们就结束本一轮的一个网红专项课了 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需要去学习发型课了 也就是说要你们要跟这个化妆暂停一段时间啊 暂告一节一个阶段了 所以说的话呢 如果大家要是基础掌握的还不好 然后中间又给你停到停到了一段时间的话呢 你是不是再捡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点困难啊 就会忘记很多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是要趁着我们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啊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啊 有什么问题 抓紧提问 抓紧提问啊 技巧不到位的话呢 就可以在家里面或者是给别人化妆的时候多多的去练习一下 我们这个化妆 我们这个化妆其实它就是一个练习 主要是靠练习啊 没有什么捷径可言的 不要想着有什么 光看看就会了 给小同心化妆就是觉得可以随随意的创造妆容 只不过你觉得你脑袋里面没祸 其实这个祸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些网上面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 一些创意妆的一些照片吧 你可以从里面去延伸一些元素啊 对不对 延伸一些元素你去画就可以了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紫下仙子妆 你是不是也可以延伸出来 其他的什么桃花仙子妆呀 对不对啊 然后加一些就是在脸上画一些桃花啊 或者是贴一些粉色的装饰品之类的 改变一下画眼影的手法以及颜色 它是不是又是一个创新妆容啊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老是教啥你就学啥 一定要学会的这个思维 不客气哦不客气哦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一些妆 就是随意的去变换一下形式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没错要举一反三 不要把自己禁锢在那个小圈圈里 那么同学们对于本节课有什么疑问吗 如果有的话呢可以给老师发一下弹幕哦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听一会儿歌 发型的课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做造型很欠缺 马上就要下一轮就要开始我们的一个发型课了 不要捉急 不是一一老师咯 下一轮就是其他的课程是由其他的老师去教的 就不是我啦 已经喜欢上一一老师了 好开心啊 那 左研同学 要记得我给你说的那个方法 记得我给你说的方法 OKOK 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群里面找一下我 嗯 直接去群里面搜就可以了啊 好的 那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有的话抓紧提问哦 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用这个刷子啊 一定是要注意这个刷子的清洁 每次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都要去认真的清洁一下 好的一会我下下了课之后我再看啊 下了课之后我再去看 在线的萌萌同学 萌萌同学是我隔壁的萌萌吗 还是说虫名嘞 萌萌同学你在吗 那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有的话可以给老师提问一下哦 同学都很低调 是 大家都不怎么支撑 对大家都比较喜欢就是旁观一下 然后自己默默的去画 不画多是好事情啊 多问一下老师多提问一下 对不对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欣赏一会儿音乐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还可以在弹幕里面给老师提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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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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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练一下贴甲睫毛吧 这个贴甲睫毛是需要多多的去练习的 那双和单眼皮再去就是如果它是肿眼泡的话呢 我们再去给它贴双眼皮贴的时候呢 需要就是沿着它的睫毛根去贴的啊 然后如果要是说它只是一个纯单眼皮而纯内双 但是眼皮比较薄很容易撑起来的那种啊 我们就可以在它就是一个怎么讲 睫毛根部往上面大概有三毫米左右的位置 在那里贴就可以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分人的还是分人的 嗯 剪的一个粗细要怎么样去判断呀 如果它要是眼皮比较就是很肿的那种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是这么说吧 如果要是想要贴出来比较自然的双眼皮 那么你就要把它剪的细一点 如果要是想贴出来那种比较宽的欧式大双眼皮的话呢 那么你就要需要把它给剪的稍微的就是宽一点 看你贴出来的双眼皮要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像我们如果要是出去接那种团体妆的话呀 就不需要再去给它 就不需要再去给它那个什么 嗯 剪双眼皮贴了啊 就是那种人很多的那种妆容 直接用那种成型的就可以了 如果要说那种团体妆的话 你再去给它弄双眼皮再一个个的剪很麻烦的 特别的耽误时间 就是那种个人的妆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给它用剪的 有人说贴的时候要拉紧一些 对没错不能弄的太松啊 但是呢如果要是你拉的特别的紧 绷住的那种它是不是一眨一下眼睛它两头就松了 所以说也不要特别的紧啊 就是让它有一种紧致的紧紧扒在眼皮上的感觉就可以了 不用拉特别紧啊 不用拉特别的紧 不用拉特别的紧 你可以用镊子贴 镊子贴的话呢你用手按住一头 然后另外一头的话呢用镊子往后一拉贴上去它不就紧了 对团队妆的时间是不允许的 特别的浪费时间 不是说浪费时间吧 就是时间是根本来不及的 那种呢你就直接用成型的涮眼皮就OK了 其实左眼我感觉你现在这个化妆还是还是可以的啊 还是还是不错的 就是一些小细节方面再去注意一下就OK了 拉出纸子 不客气哦 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大家如果要是客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那个群里面 add我啊 应该都在群里面 遮瑕咋的呢 遮瑕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怎么讲 主要是以按压的形式去遮的啊 我就是看你这个遮瑕产品啊 其实这个遮瑕产品的话呢 也是比较那个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 如果它遮瑕力度不够的话 你叠加再多层 它也是看起来有一个就是瑕疵的 你是遮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彩色的一个遮瑕 彩色的遮瑕的话呢 我们是在底妆之前去打的 调整一个就是肤色的遮瑕我们是在底妆之前打的 如果你要是说一些小痘印啊 就是这种斑啊 我们是在底妆之后去打 底妆之后去打你就会发现轻松一些 那么我们在底妆之前去打的一个遮瑕的话呢 是调整我们肤色 比如说脸颊有一个红血丝用绿色的遮瑕啊 或者是那个我们的就是有黑眼圈啊 之类的用一个橙色的遮瑕 那些是在粉底液之后去打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些斑的话呢 是在粉底液之后去打 其他的彩色的遮瑕是在粉底液之前去打 就是像你说的这种黄河斑啊 我们先铺好了粉底之后 再去进行一个遮瑕 哦果然是丑丑 哼我就知道是你 对你可以试着去改编一下你的化妆方式啊 用到之后去打底妆之后去打 已经有同学跟老师再见了啊 左眼同学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这个之前打是分情况呢 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之前的 对你下次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就是底妆之后去打啊 对你下次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就是底妆之后去打啊 底妆之后用遮瑕也是用粉铺按压上去吗 用我们的遮瑕刷啊 用遮瑕刷占取了遮瑕之后按压上去啊 这样子的话呢进行一个就是遮瑕会遮的比较好一点 如果要是用粉铺 如果要是用粉铺的话有可能遮瑕比较薄 可能还会看出来 用一个遮瑕扁平的遮瑕刷 不会你把它给边缘的地方晕染好了就不会有那个边缘线啊 这一点可以放轻 是的是的要跟底妆的颜色接近那种肤色的纸下 嗯 好的你可以试一下看看 好的 那同学们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呢 一定要把底妆打好是不是啊 那如果要是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我们本节课就上到这里啦同学们 不然过不去这个坎儿 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哦 还是希望大家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好的拜拜 拜拜同学们拜拜 不要忘记交作业哦 嗯好的有空就来拜拜